唐烟八会代替杨幂出席伴娘吗? 唐烟罗定是继刘诗诗吟起龙之后 又一对低调又真实恩爱的娱乐圈夫妻了 去年年底爆出,大婚将定在今年四月份左右 大伙所定伴娘肯定是杨幂 杨幂行事,一向干涩俐落 很少付给王小明,刘诗诗的婚礼她就没有参加 但是唐烟是不一样的,杨幂的婚礼唯一的伴娘只有唐烟 当时杨幂握着唐烟的手,纵上手捆发说 把我昨夜的桃花玉送给你了 唐烟就故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也将步入婚姻的殡堂 可是杨幂以为人妻,是不能做伴娘的 大家都还记不记得,克拉罗维尔,李烈,唐烟和罗姐结婚的时候 是谁做的伴娘呢? 没错,是炮帝,杨幂当时是这样祝福的 现在最爱的男人,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彼此 让罗维和唐烟都真的感动又感谢 没想到如今,这里会有这样的一切 迪丽热巴很有可能就是唐烟和罗敬的伴娘 有网友表示,炮帝那么漂亮了主角都崩头了 估计没人敢要她当伴娘吧 如果迪丽热巴真的出席唐烟的伴娘 想必你一定会今天整个娱乐圈,你期待吗?